作为晶圆足球的代表,法甲巨无霸巴黎生日尔曼对惊吓的核心阵容发生了繁天腹地的变化。 梅西和内玛尔两大决队核心纷纷离队,虽然球队管理层也花费重金, 牵下了登贝莱、拉莫斯和穆阿尼等一众星园,但球队的表现却出现了肉眼可见的下滑。 在国际比赛日结束后的法甲第五轮联赛当中,大巴黎在主场输给了梅西,吞下了新赛季的首场败仗。 不过,法甲巨无聊,来不及总结就将迎来魔鬼赛程。 本周,周中他们将在欧冠新赛季首战中坐镇主场迎战大黄蜂、多特蒙德, 然后回到联赛和马赛队上演国家得比战。 从大巴黎本赛季的表现来看,后防线依旧疲软,而封县一众球献除了姆巴佩之外,没有一个主意的信赖。 因此,姆巴佩的个人英雄主义将决定大巴黎在魔鬼赛程的表现。 一旦他被对手锁死,法甲巨无霸,很有可能遭遇一波三连败。 后防线疲软,封县姆巴佩孤立无援。 在如今的五大联赛当中,法甲是相对竞争最小的,其他球队在实力方面和大巴黎都有着比较大的差距。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巴黎新赛季的表现依旧没有达到预期。 在已经结束的五场联赛当中,他们只取得了两胜两平一副的战绩。 而且,五个对手中只有尼斯排在了积分榜的上游。 除此之外,洛里昂、图卢兹、朗斯和里昂都是积分榜下游的球队。 尽管赛季使赛程非常的轻松,但是与大巴黎攻防两端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 防守端无偿比赛丢了六球,考虑到对手的实力这样的表现肯定是不及格的。 进攻端则完全依靠姆巴佩一个人。 全球人队的实力进球姆巴佩一个人就打进了七球。 上一场布迪尼斯可以看出来,等未来穆阿尼和拉莫斯临门一脚都不够稳定。 这也是球迷认为姆巴佩孤立无援的原因。 多特马赛皆非擅长,巴黎恐遭三连败。 在球队面临诸多问题的情况下,大巴黎将迎来魔鬼赛程。 首先就是欧冠守轮对决得假球队大黄风多特蒙德。 由于身处死亡之组,每一场比赛的胜负都会对最终的出现形式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因此多特蒙德肯定会在王子公园球场全力以赴。 而且大黄风的进攻能力毋庸置疑,对于大巴黎的后防线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在结束新赛季的欧冠守秀后,大巴黎回到联赛又会迎来和马赛队的国家德比战。 法国德比的激烈程度有目共睹,马赛肯定不会错过真大巴黎病,要大巴黎的命的机会。 一旦在这两场比赛中表现不佳,法甲霸主很有可能赛季出就被吞下三连败。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巴黎主教练恩里克短时间内提升球队防守质量并不现实。 因此想要避免三连败,姆巴佩就成为了她唯一的希望。 如果姆总监在接下来的多特蒙德马赛的连番苦战中,能否上演个人英雄主义,大巴黎还有获胜的希望。 假设她一旦被防守所死,法甲巨无霸必将会陷入艰难处境之中。 本赛季的欧冠联赛就将再次打响,F小组必然会成为外界最为关注的焦点小姐。 毕竟这个小组可是汇集了大巴黎、A斯米兰、多特蒙德和纽卡斯尔这四支欧洲顶级球队。 姆巴佩率领的大巴黎过去两个赛季都在欧冠淘汰赛16强就遭遇淘汰,此番又被抽到了死亡之组。 而大巴黎新赛季开始后,状态并不出彩。 稍有不慎,他们甚至会长到三连败。 今天夏天的大巴黎阵容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梅西内玛与拉莫斯三大剧情先后告别了王子公园球场阿森西奥、穆阿尼、乌扎特、登贝来一系列重磅新员后,踏入了法国首部的球队。 有一说一,经过下窗的操作,大巴黎的阵容相对于上赛季有着明显的提升。 这也是外界认为他们本赛季更有希望去争夺欧冠军的希望。 然而是罗斯玛还得牵出来616。 大巴黎新赛季开局竟然只取得了两胜两平一负的成绩。 山玉伦面对着尼斯大巴黎主场2比3完败,纵使姆巴佩梅开二度也无法挽救。 要知道,法甲的难度明显不如西甲。 英超这些联赛更让巴黎尴尬的是, 他们非评即富的比赛还不是面对法国队的近旅球队。 换句话说,巴黎依然没有改变在弱队身上丢分的尴尬。 同时,无场比赛打进10球,姆巴佩一人在4场比赛中就奉献了7球, 同时丢掉6球的成绩来看。 大巴黎无论是进攻端还是防守端都存在着许多的隐患。 特别是进攻端的共赛洛拉莫斯和登贝莱, 完全没有展现出外界的期待。 前者出场4次,还颗粒无收, 至于后者对阵尼斯一人就浪费两次必进球的机会。 单刀球处理更是让姆巴佩目瞪口呆。 或许姆总已经感受到当年美西在巴萨时候的无奈了吧。 在众多问题的困扰下, 大巴黎又好巧不巧地碰到一段魔鬼赛程。 接下来,大巴黎先是需要在欧冠对阵多特蒙德。 周末联赛就将与马赛展开首回合的国家得比, 随后又奔赴英格兰对阵纽卡斯尔。 由于四支球队都处在死亡之组, 为此任何一线比赛的分数和胜负都有可能影响到最终的小组出现问题。 纵使大黄蜂和喜鹊新赛季开始后的状态也并非最佳。 在如此关键的小组, 没有一支球队会提前缴械投降。 至于马赛德比二字就展现出这场比赛同样的关键。 德比大战一直以来都是锋芒对麦芒。 纵使实力不如大巴黎, 但马赛队内也有奥马梅扬、 华金、科雷亚、孔多比亚、 维勒图等球员他们必然也会尽全力阻击死地。 可以预见的是接下来这几场大赛, 大巴黎不容有失, 要不然就是一波尴尬的三连败了。 泰尔奇奇福正瞻成为队长后, 已经34岁的罗伊斯·吴秀逸申请表现得不错。 尽管冲刺能力早已不复当年, 但是无论是组织进攻, 远胜还是有定位球在队内都是最稳妥的。 可惜教练不爱用, 多特的风格一直以快速进攻著称, 而且观赏性十足。 现在他们的风格有些转变, 行赛季在4231和433两种阵型来回试探, 我觉得后种阵型还是更为契合, 少了贝林这个推进点。 三叉检, 阿莱的频频回撤, 传接球, 阿德米贴和马轮内收, 接应, 前叉跑位, 亦或者是带开防守球员给布兰特前叉空间都做得不错。 不过与巴黎一样还是要通过欧冠硬仗来检验, 两队近况都不是很好, 不过实际上巴黎是要占优的, 又是主场, 前让一下很正常, 但正常情况下肯定不可能会去考虑, 巴黎到底能不能够倾取题材, 会数字的态度确实把粉丝引导到这个节点, 反格一击的会更多, 那么我认为是真实的信心, 我选择六宫格左上角。 我选择一个喜来不断的, 从我讨厌的远显。 我写字的远显法去观察。 并えて,